最近Net盘上的一篇帖子引起了广泛关注 第一位Alit的最新回归确实失败了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到 Alit目前在韩国主要音乐网站上的排名仅为第71位 且未能在日本的音乐排行榜上和Spotify上榜 甚至在所有国家的Spotify排行榜上全部跌落 遭遇出道后首次回归滑铁路 原本Alit的出道专辑Magnetic大火 称是希望次次回归 能够再一次提升他们的人气 但却不如人意 且即便有两名日本成员的加持 组合依旧未能成功打入日本市场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Hype的公关代表在宣传中 却将Alit称为第六代女子组合的佼佼者 这引发了更大的争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 网友喊话公司更换了这一说法 认为这种夸张的宣传与现实不符 在网友看来 当代的第六代女团中 是否真的存在顶尖组合的标准呢 诸如Aspot、Eder、App和Nugens等 第五代组合依旧保持着强大的市场地位 究竟谁来决定Alit是第六代的Top呢 这种自我膨胀的心态 让人感到荒唐 对此大家怎么认为呢 欢迎留言 爱的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